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政府的施政方针之一 早在2019年文化产业基金和旅游局合作 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为主题 推出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 申请项目必须有澳门文化旅游元素 根据密密的设计概念 以及旅游吉祥物推广澳门旅游业的宗旨 推出文化旅游产品 或者开发澳门的文化旅游体验服务 梭打红猫产品设计是计划的入选企业之一 企业在文创的发展已经有11年经验 当中他们原创的澳门IP梭打红猫 多年来更是受到不少旅客的喜爱 在计划中企业将自家原创的 梭打红猫结合密密 推出了一系列旅游文创产品 因为本身密密都是澳门IP 是政府的一个新的旅游试者 我们梭打红猫本身都是澳门IP 幸好两只都是小动物 很容易走在一起 先说我们本身 我们本身都是爱澳门 爱环保 还有很多大中华文化 尤其是澳门本土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的故事都是环绕着这些内容 跟密密其实都差不多 很容易像密密多了个friend 或者是梭打红猫多了个friend 林志恩指出 在创作一系列的产品中 除了重视设计之外 同时也体重实用性 并且配合市场流行 而推出适合的产品 我们会很看实用价值 实用性 我们是一个游客场 我们主要的目标 都是对着游客 所以我们是环绕着 他们想拿一些澳门纪念品 或者一些很实用价值 举例我们机场有些销售店 那麦麦可能会有一些颈枕 这些是Transformer的形式 它可以拉开拉链 倒出来就是一个颈枕 这次计划中 同样有不少出色创新的 文创企业入选 多年来深间文化创意产业的 林志恩指出 近年在澳门文创界 见到不少有心有力的创作人 认为业界越来越有潜质 期望未来可以走得更远 其他人非常有能力 我见到澳门的设计界 很有潜质 也很积极 只是这两年 就有点阻碍了我们的发展 但如果你看长远整体来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这条路是难走的 因为我有资格去说这句话 因为我走过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一个自己的职业 一个信念 我的对众都是向我的东西 能够传播出去 代表了一个澳门人 他对自己的产品 或者自己的文化 一种传播一种信念 相信透过当局对 文创产业的支持下 培养本地文化创意产业人才 枯化具潜质的文化创意产品 有效促进本澳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